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过去都已经过气 何必要跟自己过不去 排过的去 绝绝的恭喜 逼离开 需要更大旅游 万一他知道了回就对不起 还是找不及 感情 此次杨敏也是第一次和小小兵合作 小小兵的哭泣一条眼到底把所有人都眼哭了 给自称枯功甚高的杨敏一个下马威 平日里和杨敏相处就像个小大人 十分惹人爱 很听话 然后很会跟大人聊天的那种 姐姐你要不要吃这个冰激凌 可是我妈妈说很好吃啊 你知道吗 这个人啊 我几年前就跟他演过戏哦 很小大人的感觉 而杨敏坦言和小小兵的相处感到自己有一种母爱泛滥的感觉 说实话 平时自己跟小朋友相处的机会不多 但是我很喜欢小朋友 就像我觉得每个女生到了一定年纪都会有那种母爱情结泛滥的一样吧 我觉得每个女生都会有这种母性情结 我也有 我看到小孩子就会忍不住的想去照顾他 会想去捏捏他 跟他玩的这种感觉 反正我现在已经有了